好那么接下来呢 有位朋友等在线上 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我们的问题的 喂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 去年六月份我爱言就是 成立一个装修公司 但是就是他一个人做 我们是买加州健保呢 还是要以公司名义买保险呢 我想自费一下不太懂 他就是自雇主嘛 就自己又是老板 自己又是员工对不对 对就一个人 他就一个人 好的那么是张小姐 那么张小姐 那么您先生的这个年龄是多少呢 年龄60 那正好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以内 那么他现在是买着什么样的保险 您知道吗 去年买的就是那个 卡沃的卡拉福尼亚那个兰顿的 但是去年他没成立公司 对去年是六月份成立的 好的好那我们赶快的问一下问题 好谢谢您打电话过来 Wendy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去年还是个人健保的形式 今年已经变成自雇主了 但是呢他公司只有他一个人 他是以公司买的还是以个人买的 在他这个情况下最好是找我们的专家先谈一下 因为我不少的他那个就是年收入是多少 这样子的话他可以看看如果他年收入从公司 而且他的公司我也不晓得他是个LC还是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是最好是找我们的insurance agent 找个顾虑今天有电话他们可以帮你讲解一下 不过在一般情况来讲如果他那个收入是在我们的 就是贫困线的400以下的话他可以自己买保险 这样的话也许会比较可以拿到更多的补助 好的其实跟收入跟年龄都是非常的有关系的 我们的加州健保呢是非常大方啊 我觉得真是非常大方国外的一个健康保险啊 他真的是打破了以前我们对美国健保的一些传统的认知 就说美国健康保险非常贵啊 但是到了加州健保这你会发现说不仅不贵 你还付的很少不仅付的很少 你还有钱拿回来 这真的是实在是有点太好了 所以呢刚才那位张小姐呢 把这个电话记一下哦 我慢慢说给你听 1-800-377-1944 1-800-377-1944 张小姐记下这个电话 然后呢打电话过去 他们讲中文 你可以把你先生的具体的问题来请教他们 我相信呢 他们一定会给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完美的方案给你